江城想起了,不是药神 这部电影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有病没,有要是天灾 有要买不起是人祸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疾病永远无法被治愈 那就是穷病 眼前的这种情况,如果生在富贵人家 只要是能用钱治愈的病,那都不是事 但是,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有些病虽然可以治愈,但是却没钱 这就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天倩 除了等待死亡降临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出路 虽然江城原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大善人 但他仍然怀有怜悯之情 在心意、感知技能的影响下 江城更是深深感受到这份无力而深沉的父爱 内心深受感动 刚才的一瞬间,他就已经决定要为这对妇女买单 他是在自家父亲的宠爱下成长 江城知道,假如有一天自已面临这种情况 江建明一定也会跟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一样 不惜放弃自己的尊严来救他 而且,江城也突然想到了早上系统释出的任务 虽然,他最初出手相助并不是为了完成任务 但此刻看来,这一切都恰到好处地符合了任务的要求 见江城这样表态 沈浪立刻狗腿地对他竖起大拇指 满脸钦佩地说道 诚哥 我对你的崇拜简直如滔滔江水般连绵不绝 眼见沈浪又要开始拍起马屁来 江城立刻摆了白手,打断了他的话语 接着,江城伸出手,朝着后方的方向轻轻一招 看到江城这个动作 在场的几个人下意识地转头看向后面的位置 没过多久,只限距离他们十几米远的地方 有个毫不起眼的中年男子迅速走了过来 中年男子来到江城面前后 恭敬地对江城说道 江少 江城看了一眼眼前的中年男子 然后指着一旁的中年男人,吩咐道 把车开过来,把这位大叔送到前面的儿童医院去 听到这话,中年男子立刻回应道 是 说完,中年男子立马从兜里掏出了一个黑色的呼吸 跟其他的人联络 见江城出门,身边竟然还随身带着保镖 在场的几个人不禁面面相觑 心中暗自惊讶 尤其是那位被救助的中年男人 此时更是感到无比惊讶和荣幸 他急忙朝着江城连连摆手,表示感谢 并说,恩人,不用麻烦您了 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反正也不远 说完,那中年男子的脸色甚至还有些难堪 他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 我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 担心会弄脏您的车子 江城并没有假惺惺的安慰中年男人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中年男子身后背住的小女孩 关切地询问道 他得了什么病 急性随系白血病 我不是京都的 我是御审过来的 刚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发烧 在我们那地方的小诊所治了大半个月都不幸好 后来带到镇上去看了 医院抽血,发现白细胞偏低 医生以为是发烧导致的 也是一直保守治疗 说完那男人的声音中带着绝望和自责 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好 到了血液科去,看了一下 才让我们去市里的医院治 在市里医院治了一年多,都没好 最后没办法了医生才让转院 辗转来到京都之后 医生才说病情耽误太久了 早来的话,孩子也不至于这么难治 说完那男人崩溃地哭了起来 他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不停地滚落 他这话顿时让现场再次弥漫着悲伤的气氛 大家都不由得将视线看向了他背后那个 脸色发黄发青的小女孩的身上 都怪我,没有文化 没有自已的判断力 医院说什么,就做什么 从来没想过带他来大城市治一治 是我耽误了他 治了一年,花了二十多万 家里的房子也买了 田里的收割,激发什么都卖了 却没想到没有给孩子找对医院啊 现在要开始化疗 每次就要耗几万 家里的亲戚打电话都没人接我的 我实在是没办法呀 这就是农村医疗与城市 医疗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那些最先进的检测仪器 最专业的医生 以及最前沿的治疗技术 必然集中在一线城市的大医院里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医疗装置和技术上 还包括了患者和家属的认知水平 在农村地区 很多人都可能并不了解一些疾病的严重性 或者是没有条件去寻求更好的治疗途径 这样一来 就容易导致误诊 延误治疗等问题 而且 一般医院也不会直接介绍 你到最权威的医院 一般都是先在自家医院治疗 等到了没办法的时候 才让你直接到很高一级的医院 对于他来说 他已经倾尽所有来救治自己的孩子 但却因为选择了不专业和医院而延误了病情 用尽了积蓄 至于医疗方面的黑暗 只能用一句话总结 小病慢慢治 大病慢慢脱 哦 不对 是小病不用治 大病治不了 很快只见红骑车带着劳斯莱斯 从巷子里面的开了出来 看着这重阵仗 神浪不由地朝着将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成哥 六 行了 你刚才不是说你是京都的百事通吗 神浪十分的聪明 知道江城这话应该是有事要让他干 他原本就是一个十分关注八卦的人 昨晚OT98毫至百万的事情 在他们富二代的圈子早已经赚变了 而且 刚才网上再次掀起了一股关于贫富的讨论 起因就是那条不加迪暗夜之声 全球锦一辆 金线北京街头 富二代深夜炫富 自称背景强大 请问资金源是否干净 这条热搜的讨论下面 庞扶自带水军 一直将舆论往富二代的标签上面引过去 因为这件事 新陈的富二代老董再次冲上热搜 可以说这半年以来 江城并不比王冲冲低调 唯一不太一样的是 即使上热搜 那也是很快就被撤下 而且 关于江城的照片 不是打不开 就是很模糊 以至于 在看到江城暗想暗夜之声的时候 神浪就知道江城是谁了 此时他巴不得江城能有事情找他干 比起他干巴巴的在这里奉承江城 想要跟他一起玩 还不如帮江城的忙 让两个人之间真正的有点交集 此时沈浪只觉得江城是在给他机会 拉近彼此的距离 立马拍了拍胸脯保证道 那是当然了 我敢说 再精度 只要是不涉及一些敏感机密的事情 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反邪杠 我需要儿童医院里面那些跟他情况一样的儿童名单 你能要到吗 反邪杠 沈浪听完之后 挣住了好几秒 紧接着不确定地问道 反邪杠诚哥 你不会是想要 也帮他们吧 反邪杠 帮助眼前的中年男人他理解 但是 要帮那么多人 这是不是有点夸张 眼见江城确定地点了点头 沈浪看向了眼前的 这个中年男人 得面部 样貌看起来 似乎还不到40岁 但由于过度忧虑 头发里 已经布满了银丝 沈浪开口问道 你女儿的病 大概需要多少钱 眼见沈浪这么问 那中年男人 有些没底地回道 医生说 保守来说 可能得治一年多 整个化疗下来 报销后的费用 就大概要五六十万 说到这 他有些担忧地看着江城 紧接着说道 如果病情出现意外 甚至可能需要 上百万的医疗费用 沈浪文言看向了江城 诚哥 像 他这种情况 我感觉应该不少 没有十个也有八的吧 江城明确地点了点头 这是新一年的第一个任务 虽然还不确定 系统会奖励什么 但是这种有意义的事情 江城觉得 奖励必定会很给力 与其帮一个人 不如给系统来个网闸 以系统妙性 说不定奖励会 直接翻倍 我当然明白 不过必须是跟他情况一样 实在没办法负担得起的家庭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沈浪沉默了好一会 看向江城的眼神 顿时也变得不太一样 那是一种带着认同的眼神 我完全理解 那些家里 但凡还有其他解决办法的 比如 只是小病小灾的 我们一概不会负责 江城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好的 今天之内能搞定吗 尽管时间紧迫 但沈浪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没问题 那我现在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待会儿再给你讯息 眼见江城点了点头 沈浪立马转身 朝着他的超跑走了过去 此时他 就连许妍都顾不上 临上车之前 甚至还十分醒目地 对着许妍说道 许妍学姐 抱歉了 有事办 下次再请你吃饭 面对突然间被抛下 许妍倒是 没什么特殊的情绪 从刚才沈浪开口 贬低他们努力之后 许妍的心中 早就将沈浪 排出在了名单之外 尤其是在江城的衬托下 一个是贬低他们的 努力成果的富二代 一个是鼓励他们 追梦的富二代 相比之下 他直接就觉得 沈浪很不靠谱 在江城的吩咐下 王胜他们几个立马 帮那中年男人姐 下腰上的背带抱着小女孩 让那中年男人上了车 江城也对着江初然说道 我让他们送你回学校 看着眼前的场景 江初然的心中有些纠结 他知道 自己应该回学校 但又想跟着江城一起去 在纠结了两秒之后 他开口说道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我请假一下午的吧 一旁的许言健壮 心中也有些激动 他紧跟着开口道 那我也能去吗 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想感受一下 江城看着两女 点了点头 说道 随你们 眼见江城答应了他们 两女都开心地笑了 许言十分醒目地 直接走向了劳斯莱斯 将超跑的副驾驶 留给了江初然 还没到医院 沈浪的微信便发了过来 诚哥 我跟蒋院常在医院门口等你 江城倒是没想到 沈浪的动作居然这么快 回了过去 多谢 刚到医院的门口 这线沈浪便带着一个中年男人 急匆匆地走了出来 看着三辆车排号0000 开头的车 蒋院常立马双手 朝着江城伸了过来 你好 江先生 江城倒是没有蒋院常 那谦卑的姿态 直接伸出了右手 蒋院长 见到你很高兴 不仅是江城注意到 蒋院常的双手出动的握手动作 来往的医护人员 也都有些疑惑地看着江城 能让他们院长这么重视的 或许 是有什么特别的身份 让王胜等人 去帮那中年男人 办理住院手续之后 几个人便跟着蒋院常来 到了院常办公室 给江城他们 几个倒了茶水之后 蒋院长有些疑惑地问道 江先生 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情 见蒋院长 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江城倒是有些意外地 看了沈浪一眼 面对江城的眼光 沈浪哈哈一笑 接着说道 诚哥 太赶了 我都还没来得 即跟院常相谈 这话 江城自然是不相信的 这家伙 大概是为了让江城放心 所以才没有先将事情 跟蒋院长先行说 从而避免了 让江城觉得 他跟蒋院长两个人 勾结欺骗江城的这种情况 不过江城也懒得拆穿他 只是笑了笑 不得不承认他这点道 是做得挺聪明的 因为不想出现这种 彼此误会的事情 所以 一开始安排的时候 沈浪就直接将这种 可能给杜绝掉了 不过被欺骗是没可能的 在心意 感知技能的作用下 别人心里的小九九 江城都清楚得很 虽然没办法读取 别人内心的对话 但若是 有人心怀欺骗之意 江城第一时间就能察觉到 所以 想要骗过他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江城将刚才遇见的 那个中年男人的情况 简单地说了一遍 紧接着问道 蒋院长 像他这种情况的家庭 你们知道 你们院里大概有多少吗 蒋龙不知道 江城为什么要突然 接问这个问题 毕竟他并不清楚 江城的具体身份 沈浪只是告诉他 对方是星辰的老董 身份至少跟王家和许家差不多 只见他有些为难地 看了沈浪一眼 沈浪开口说道 蒋伯伯 放心 你尽管实话实说 不是什么坏事 是好事 我还能坑你不成 沈浪这话说完 蒋龙的表情 依旧没有松快到哪里去 蒋龙迟疑了一下 才缓缓说道 沈少 江董 像你们刚才说的 那种情况的家庭 其实有很多 医院里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有些家庭因为经济原因 无法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 最后不得不放弃治疗 或者选择其他相对便宜 但效果较差的治疗方案 听到这里 在场的人的眉头下 一时就皱了起来 蒋龙继续说道 就算是原本家境相对宽松的家庭 长期以往的治疗 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许多家庭因此陷入贫困 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沈浪忍不住地开口问道 对于这些家庭 你们医院有没有提供一些帮助或支援呢 对于他这种富二代 从来没担心 甚至是想过这种事情 平时在外面遇见这种带病祈祷的 为了让自己的良心过得去 他倒是会跟刚才一样 直接给个几百大洋支援一下 但是他却从来没想过 要跟江城一样去做这种事情 蒋龙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们医院当然也很想帮助他们 但是能力有限 只能尽力而为 一些特殊的 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募捐活动 但是能筹集到的资金 远远不够解决所有问题 有些事情我也不好说太多 医院本身和企业公司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营业的性质不一样 有些地方为了利润 就会向你你推销进口的东西 蒋龙说完顿了一下 似乎在思考着如何组织语言 大家都知道 都是同样的疗效 进口的东西利润自然会比国产的便宜 因此 开单的话提成自然也高 所以就会有一个推销原喜欢开进口的东西 这样买单的人就会多花钱 不过 这份情况 有些比较特殊的情况的话 进口确实是比国产的效果要好 有些情况倒是没什么区别 具体的话 还得看卖东 吸给你的那个人的良知 是好的还是坏的 江城当然知道 蒋龙是什么意思 国内生产的药价格通常较为清明 一瓶只需要几块钱 十几块钱 但是进口的药物就要贵得多 可能需要几十块 甚至上百块一瓶 如果只是偶尔用一次 对一般家庭而言 或许还能承受 但如果需要长期依赖着重要物 来维持健康 那费用就变得非常高昂 蒋龙紧接着说道 很多的疾病都是拖出来的 就像他这样的情况 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无奈的现象 这些先进的检测仪器 价值动不动就上千万 甚至几百万 而且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 好在他们的精确度 也在持续提升 我们换了机器之后 老旧的机器总不能丢掉吧 就会运到下一级的城镇里面 继续使用 这样一级一级地淘汰下去 那些落后的小山村 营业力不高的地方 就会花钱购买这些二手的测仪器 所以 那些地方的检测机器 有可能是好几年前 甚至是十几年前的机器 有时候 误诊或者是漏诊 也是没有办法的 虽然蒋龙的回答 还是有些词不达意 但江城能够理解 毕竟 突然被请到这里 回答这样的问题 谁都会感到紧张和不安 体制内的人 往往说话谨慎 喜欢打太极 对于蒋龙所说的这种现象 江城认为这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们华夏在医疗报销方面 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几乎没什么好喷的地方 江城摆了白手开门见山地说道 蒋院长 放心 我今天不是来这里调查的 更不是跟你讨论 这些运营的现象的 我只想知道 像他这种情况的家庭 你们医院大概有多少 有多少孩子 因为没钱 而被迫放弃治疗的 给我个名单 眼见江城这么说 蒋龙文言 内心暗自地松了一口气 这个情况的话 有点复杂 我们医院大部分 每天接触的儿童患者 一般都是小病小灾的比较多 比如感冒发烧 过敏面板问题 牙齿问题 这些都是小问题 蒋龙缓了口气 继续说道 不过 近些年 来血液科 或者是化癌科的数量 也是明显增多 经常床位紧张 像这种情况的也有不少 不过大多数 都是外地来的 经济不太好的家庭 听了价钱之后 直接离开的 但是也不排除这些人 到其他的地方进行治疗 所以 要具体的资料并不好说 得让人统计一下 正如蒋龙所言 这个情况着实错综复杂 如果真的要详细地逐一统计 恐怕今天以内很难完成 但是 系统的要求确明确归 并必须在今天之内完成任务 沉思片刻后 江城紧接着说道 那就把范围缩小一些吧 先给我列出那些 最近在你们医院接受治疗 但因资金问题 中途停止治疗的患者名单 蒋龙微微汗手 这个容易 倒是可以很快给您排除整理出来 因为我们医院隔一段时间 都会给这些患者 进行一个回访电话 随时观 注意一下他们的病情 那就有老蒋院 常费心了 您太客气了 与爸 蒋龙转身走向办公室的办公桌 拿起桌上的电话机 毫不犹豫地拨通了电话 一番交代过后 他便重新回到待客桌前的沙发坐下 刚刚坐稳 蒋龙像是 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眼神略带疑惑 语气不太确定地问道 蒋董 您要这些名单 是因为什么呢 见蒋龙交代了下去 江城这才说道 我准备为这些 因为没有资金治疗的孩子 出治疗费 见答案跟自己刚才预想的一样 蒋龙的内心松了一口气 像这种事情 也有不少的企业家做过 甚至还上了新闻 虽然蒋龙并没有关注商业这一块 但是想必 江城应该是为了公司的宣传 来这边做慈善的 蒋龙点了点头 然后开口问道 那您这边准备资助多少人呢 江城想了想 开口道 你现在统计一下 有多少 我就资助多少 但是 前提是 需要满足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 毕竟我做的这事是救命 不是救穷 你明白吗 蒋龙听到这话 表情都有些傻了 他原本以为江城 应该会挑选几个比较严重的进行赞助 毕竟现在社会上 很多人做慈善 都是这么干的 反正是慈善 到时候安排一些记者过来采访 再让患者上一下新闻 让他们对江城 以及他们公司表示感谢 那新城公司的名号 一下子就打了出去 但是像江城这样 直接要求 把所有符合条件的病人 全部包园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如果真的按照江城说的去做 那么不仅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和责任 蒋龙忍不住开口问道 江董 您确定 要资助所有符合条件的患者吗 江城点了点头道 我确定 蒋龙犹豫了一下又说道 江先生虽然有医疗报销 但是这些病的费用并不低 而且每个患者的情况不同 有的可能治疗个一年半载 就可以恢复了 有的则是需要长达几年 不能保证治疗时常会有多久 而且具体的人数还不知道 这 就在蒋龙说话的时候 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蒋龙接起电话听了几句后 便立马挂掉了电话 回到沙发旁之后 蒋龙对着江城说道 江董 根据我们刚刚接到的讯息 截止到目前近半年左右的资料 有将近50个患者 符合您的要求 江城听完之后点了点头 这个数量确实不算多 但也不算少 这意味着 每个月都有将近七八个孩子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 而无法继续接受治疗 这些孩子的治疗费 全部由我来承担 这样 我先拿出两个一存 进一个专门的账户里 然而 江城的话音未落 只现蒋龙就有些激动地 服了服眼镜 两亿 不仅仅是他 就连一直在一旁 没有开口的江初然 和许言两个人 都忍不住地互相对视了一下 江城开口回道 如果两个亿的资金 后续不够用 我会继续追加投入 不过 我会让监督局的人 员过来亲自监管 每一笔账目支出情况 请你们医院 千万不要做出那些 拖延病情的举动 一切都以治疗为主 该怎么治疗 就怎么治疗 眼见江城误会了 自己的意思 蒋龙立马摆了白手 着急地解释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于一般的白血病患者来说 一个亿的资金 医疗报销之后 保险来算 都可以帮助上百个人了 更别说是两个亿了 五十个人的话 倒是不需要这么多的资金 江城没想到 一个亿竟然可以 围上百名的儿童征 取道生的希望 自己一个美食返现 就可以奖励 好几个小目标 那为什么不能拿出两个亿 来帮助更多的孩子们 对他来说 这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虽然 他做出这个决定刚开始 确实是因为 想要得到系统的奖励 但是他得到的 梦想成真的系统 江城知道 自己不应该被金钱所支配 而是应该学会 怎么去支配金钱 只要自己当下觉得 值得的东西 江城便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我现在 应该只是大概的 统计资料吧 后续如果发现 还有类似情况的儿童 一样可以使用这笔资金 不过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样 我不仅会派监察局的人过来 每一笔资金的支出 我也会让我公司的人 进行监督 蒋龙微微皱起眉头 他理解江城的担忧 但同时也感到一丝压力 毕竟 作为医院的负责人 他肩负住重大的责任 但他还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表示接受这个安排 反邪杠我明白了 江先生 这对这些孩子 来说是一笔救命钱 您的诉求 我一定会亲自地交代下去 并且亲自监督 避免我刚才说的那种 没有良知的推销员的出现 反邪杠蒋龙说道 语气中充满了决心 江城点了点头 那就行 待会我就会让人过来 至于钱的事情 很简单 很快就搞定 希望这些孩子 今天就可以重新安排入院治疗 说完 江城没有再说过多的言语 直接拿起手机给朱颜打了过去 交代了一下他的要求之后 朱颜立马表 是现在立马派工作组的人员 过去出差 监察这件事情 见江城挂完电话之后 蒋龙开口问道 江先生 这件事情 是否需要我们医院配合宣传 要是需要的话 我现在安排专门的人准备起草 各具体的专访 江城再次描懂了蒋龙的话 还是那句话 高调不是他的本意 虽然宣传的确是能为他的公司 带来正面的影响 从而成为重点的关注企业 但是江城还是希望低调发财 江城文言摇了摇头 回答道 不必了 蒋院长 这件事不需要过度宣扬 我这个也是临时起义的 并不是为了作秀宣传 只要能帮到这些孩子 让他们得到及时的救治就好 江城这话说完 在场的人脸色全都未变 看向江城的眼光 不由地带着一丝的深深的敬佩 蒋龙万万没想到 自己猜对了开头 却没有猜对结局 原以为江城是为了作秀 没想到 人家是真的要做慈善 蒋龙在内心暗自反省了一番之后 连忙点头应道 江董说得对 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 如何更好地帮助这些孩子身上 那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指示吗 江城想了想 说道 嗯 暂时没有了 先等工作组的人过来吧 如果有需要 我再跟你们联络 跟蒋院长寒暄了一番之后 几个人便离开了院长办公室 把江城送出去医院之后 沈浪有些感慨地说道 诚哥 你今天真是让我长见识了 听到这话 江城不禁感到一丝好笑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联络到了蒋龙 要不是刚好误打误撞 认识蒋龙 那就是真如他所说的 在京都他讯息很灵通 开着一百多万的超跑 几十万的手表 也是一个富家子弟啊 得了吧 要拍等着晚上的时候 再对着别人拍 沈浪扑斥一声地笑了起来 诚哥 我这马屁拍的 可真是真心实意的 还是那句话 以后有什么需要跑腿的地方 就滴滴我 随时道 多谢了 下次回来 我请你吃饭 诚哥 你要去哪里 明天我回眸 都一趟 江城说出这句话时 一旁安静的良女 不知为何 看向她的眼神 竟然流露出一丝不舍之情 特别是江初然 此刻内心生出一种 难以言语的情感 沈浪爽快地点了点头 并热情地回应道 那行 你放心去魔都吧 在你没回来之前 这里就交改 我来帮你盯着 对于沈浪这种大大咧咧 直爽的性格 江城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厌烦或不适 相反 她觉得这样的人更容易相处 坐上不加迪黑夜之声之后 江城并没有寻问江初然目的地 静止朝着舞蹈学校驶去 荡车辆行至红绿灯处时 江初然终于按捺不住 开口问道 你明天什么时候离开 江城转过头 嘴角挂着一抹笑意 这么一看 内心忍不住地生出了一丝的心动 江初然的脸庞 如同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一般 细腻而光滑 白细的肌肤中 透着微微的红韵 宛如熟透的苹果 散发住诱人的光泽 眼睛如同一对璀璨的宝石 明亮而清澈 微微上扬的眼角 透露出一丝俏皮和灵动 长长的睫毛 如同小扇子一般 轻轻扇动 头下一片淡淡的阴影 她的嘴唇微微上扬 形成一个完美的弧度 唇色粉嫩 如樱花般 娇艳欲滴 看得江城忍不住地 使出了摩头沙 怎么 舍不得我离开 刚刚在医院的时候 江初然对自己的友善值 又增加了五点 现在已达到了85点 这个时候 使用摩头沙一点毛病都没有 果然不出所料 江初然并没有表现出 跟刚才一起赤炉煮的时候的 那种反抗 她不仅没有躲开 甚至还微微低下头 脸上泛起一丝羞涩的红韵 轻声说道 明天我可以去送你吗 不用了 太麻烦了 明天起飞了 我告诉你 听到这个回答 江初然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低声嘻南 你什么时候 还会再来京都 眼见江初然这么问 江城的嘴角 忍不住地勾了起来 对于此时85的友善值的江初然来说 此时的她 虽然还不能说喜欢自己 但是 至少也应该是抱有好感的 前期的时候 江城一直在主动地撩江初然 那是因为 她对自己的友善值实在是太低 如果自己不主动一些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升温的可能性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眼见着江初然已经开始慢慢上钩 江城反倒开始不着急了 江城开口回到 春节之前会再来一次吧 这次回去要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 应该不会很久 江城这话刚说完 江初然的心里再次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 想说话又说不出口 这股有些难受的感觉只能生生地咽了下去 轻轻地点了点头 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有些勉强 她讨厌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好像自己的心已经完全被江城给牵动住了一样 半个小时之后 三辆车前后缓缓地驶到了舞蹈学院的门口 目送着江城的车渐渐地远去后 许颜立刻拉住江初然的手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泽泽称道 小然然 今天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这年代不装逼的男人 可是比淘宝新使用者还珍贵啊 你真的是捡到宝了 好羡慕 好酸啊 此时的江初然依然沉浸在 与江城分别的情绪之中 有些闷闷地回答道 许学姐 其实我们俩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听到这句话 许颜却并不买账 白了出然眼之后 一脸怀疑地回答 我才不信呢 见江初然没有回应 许颜也识去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她能看得出来 江初然对江城有好感 但是她也清楚 对于舞蹈生来说 时间安排确实是一个大难题 以前总听别人说 以前总听别人说 在最好的年纪 遇现最对的人 但是他们却是相反 作为一名舞蹈生 他们的黄金年龄 是25岁之前 一旦过了这个岁数 身体状况便会逐渐走下坡路 因此 对他们来说 最美好的年纪 往往需要抛在练功房中度过 就在两人朝着练习室走去时 许颜原本正在刷手机的手 突然停顿了下来 只见他面露不悦地叫嚷道 这些网民也太过分了吧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刚刚在车上检视的时候 明明还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风向会变得这么快 江初然文言凑过去一看 这一看 脸上的表情也不由得冷了起来 有关于江城的热搜的下面 突然间冒出了一大堆的黑粉水军 星辰老总深夜酒吧 砸百万狂欢 王冲冲作陪 现场美女无数 这是社会的不公 还是道德的沦丧 建议涉查星辰娱乐和达旺 还是会一个公道 正是有了这些人 现在的女孩子才不想着读书 整天想着整容直播棒大款 张腿赚大钱 这不管管 难道是什么军装二代吗 这么嚣张 让老百姓怎么看 一群只会吃喝玩乐的富二代 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请车查 江初然看完这些评论之后 立马一脸气愤地 默默地掏出了手机 眼见江初然开启微博 开始在下面为江城说话 许言再次说道 好奇怪 刚才我在车上搜寻江城的时候 评论区还是一片祥和啊 里面全部都是江城的老婆粉在说话 这回怎么就变了味了 肯定是有人买了黑粉菌啊 许言这话说完 只现江初然的眼眶突然间有些发红 似乎是被人气坏的样子 怎么回事 初然你没事吧 许言关心的问道 没 没事 江初然摇了摇头 但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许言探头一看 江初然 他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 他人很好很善良 网路不是法外之地 请大家不要乱讲话 只见短短十几秒的时间 江初然的评论发出去之后 下面多了十几条 追着他骂的回评 哈哈 还真是可笑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话吗 就是 这种洗白手段也太老套了吧 多少钱一条 有钱大家一起赚 你怎么知道他人很好 你是在他身边 还是在他床上 哟 洗劫精来了 小妹妹 下一句是不是就要喊他老公了 眼见江初然委屈巴巴扁拙 嘴巴吸着鼻子 许颜心疼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些键盘侠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江城 看我放下个人素质 开始缺得兑现 出然 别哭 看我的 说着许颜开启手机 翻到评论区 找到那条点赞最高的热评 开始不屑地对战起来 在回舞蹈学院的路上 许颜在劳斯莱斯车上时 一直没有闲着 而是在各种平台上 搜寻住有关江城的 各种新闻和资料 虽然有用的资讯并不多 但透过这些支言片语 他还是对江城这个人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许颜立马回复那些水军 你们是卖水管的吗 管那么多 人家之前捐钱 见慈善学校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们说 这回喝个酒 你们就破防了 许颜 雪崩时 没有一片雪花 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 说话经过大脑 要是没大脑 就别说话 许颜这话发完之后 下面立马就有人回复了 网友 得了吧 也不知道到底见没见 看到没看到 我说啊 就是一个假讯息 网友 就是 楼上的ID 一看就是女的 这些女生一线到有钱人 就走不动腿 网友 现在女人见谁都叫老公 不知耻 网友 你那么会说 能不能把他家的情况 公布出来 许颜 凭什么告诉你们 别以为自己躲在键盘的后面 就以为自己是这高无上的神了 许颜的战斗利明 显比江初然 要高出不少 但是一人难敌四手 他打字的速度 根本就快不过网上那一大批水军 很快 他就被这些网友对得哇哇大叫 立马将刚才在医院拍的照片 发到了网上 许颜 人家在儿童医院捐了两个亿 帮助那些患病的儿童 你们呢 一天天的嘴炮王者 对社会才是真正的没有贡献呢 许颜这话发完之后 还没几秒 只限后台的私信 又多了几十条 开局一张图 开口全靠边 别洗了 洗洁精 回来捧你老公的臭脚丫啊 骂到后面 许颜的眼眶 也跟江初然一起 开始泛红了起来 最后干脆关掉了微博 扁着嘴巴 两女伤心地抱在一起哭起来 太可恶了 我要气死了 呜呜呜 他们好坏啊 将委屈宣泄出来之后 许颜从包里拿出了几张纸巾 递给了江初然 愤愤不平地说道 不行 我们想想办法 不能让江城这么被黑 江初然吸了吸鼻子 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 我们要怎么办 不然我们也发微博吧 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到我们 许颜想了一会之后 摇了摇头 我们去找沈浪吧 江初然皱着眉头问道 你跟沈浪 许颜立马摆了摆手 嫌弃地说道 我对他没兴趣 只是他不是喜欢江城吗 说不定会有什么好主意呢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委身他了呢 许颜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 反驳道 怎么可能 我只是心里有点失落而已 毕竟这手也不能跳舞 待在宿舍里时 再太无聊了 他刚好在我们学校附近 我就想出去透透气 你觉得他会有好主意吗 他不是自称京都的百事通吗 而且他学认识医院里的人 我们可以找他帮忙 让医院的人 给江城做慈善的事情宣传一下 这样一来 不就直接啪啪打脸那些键盘侠了 江初然立马兴奋地点点头 催促道 好啊 你快打电话给他 跟沈浪通完电话之后 两个人便立马走到学校门口 打车往儿童医院的方向去 江城这边一到四合院的时候 王胜便立马将网路上的事情 告诉了江城 江城皱起眉头问道 什么是这么着急 王胜回道 网路上出现了很多 关于您的负面讯息和评论 而且这些讯息还在不断扩散 江城开启微博看了一眼之后 挑了挑眉 嘴角微微上扬道 有意思 我居然还有黑粉 王胜语气有些沉重地说 这明显是有人在故意抹黑您 而且这些水军的数量非常庞大 一直在不断涌现出新的账号 来发布负面资讯 王胜继续说道 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些水军似乎是有组织 有计划地在行动 他们不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释出负面讯息 还在一些与您相关的热门话题下留言 试图引导舆论走向 江城关掉微博之后问道 这些水军背后肯定有黑手在操纵 是谁 难道是大衡 王胜犹豫了一下 回答道 初步判断可能跟大衡集团有关 因为我们昨天刚刚在网上带节奏 今天早上您的新闻就出来了 很有可能是大衡集团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 而雇佣的水军 我们发现的第一时间 已经删除了不少的帖子 原本还有一些 有关您跟名声集团的帖子 但是这些帖子明显是受到了管控 不过这些水军十分的聪明 线帖子被删除 他们就在其他新闻的的热搜下面发评论 对于这个问题 江城一点都不担心 毕竟自己得到的可是梦想成真系统 而且自家的背景摆在那里 就算水军再怎么闹 结果都一样 江城朝着王胜摆了白手 无所谓地说道 该山的山 该黑的黑 魔都的招行总部 只见朱岩有些急冲冲地 往徐磊的办公室走了过去 原本朱岩想要直接开门进去 但是缺乏县办公室的门锁 居然锁上了 朱岩看了看时间 此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按理来说 徐磊的午休时间早已经过了 愣了几秒之后 朱岩有些犹豫地伸出手敲了敲门 是谁 舅舅 是我 朱岩这话说完 过了一分多钟之后 办公室的门这才开启 什么事情 徐磊的声音有些低沉 似乎在掩饰着什么 开门之后 更是有些不自然地 往一旁的沙发上坐了下去 朱岩走进办公室 脸上露出了些许疑惑的神情 往沙发坐下之后 朱岩开口说道 刚才江先生给我发了一个新任务 我可能要过去京都那边出差一段时间 说完之后 朱岩的眼神有些微不可觉地 快速地打亮了一眼办公室 虽然一切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 但是 他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不同之处 只见徐磊不知道 什么时候在办公室的桌子前面 加了一个中式的屏风 朱岩目光在屏风上停留了片刻 顿时有些撂然于胸 因为 他眼尖地看到 屏风的后面 明显还有一双女性的高跟鞋 在自家舅舅的手底下工作 有时候自然会在茶水间 或者女厕所里面 不小心地听过 很多关于他舅舅的传言 尽管朱岩有些替他舅妈感到生气 但是此时却一脸装 做不知情的样子 看着徐磊掩饰的样子 朱岩想起了之前 跟自己妈妈的对话 你以为这些事情 你舅妈就不知道 别太太天真了 别看你舅妈天天在家插花带孩子 但是实际上她什么都知道 别下餐盒 舅妈知道 那为什么选 你舅舅如今走到了这个位置 已经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中间力量 我们这些人靠着她 得到了多少的工作机会 相反你舅妈那边的亲戚也一样 你舅舅虽然没有将他们 亲自地带着身边 但是全都安排在各个地区的支行里面 所以你说 你舅妈为什么要装做不知道 听了妈妈的话后 朱岩小嘴一张 顿时有些说不出话 朱岩终于明白了舅妈的处境 虽然她依旧对徐磊的行为感到不满 但她也知道 见识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 而她只是舅舅帮扶的人之一 很明显 舅妈之所以选择忍耐 是因为她不想失去这种利益 毕竟舅舅还给舅妈娘家的亲戚们 安排了工作 这应该是她舅妈保持沉默的一个重要原因 听完朱岩的话 徐磊眉头皱了皱 显然很不满意朱岩的这个决定 朱岩 她可是我们银行的大客户 客户的一举一动 我们银行最清楚了 最近的新闻你应该也看了 能坐在许家营和王首富的中间 这份量不可而喻 朱岩点了点头 我明白的舅舅 所以我想亲自过去盯着这任务 别让我不放心 徐磊摇了摇头 我不是给她配置了六个人的秘书团吗 让其他的人去 你去哪里干吗 明天她就回来了 你到机场接机才是最重要的 徐磊看着朱岩 心中无奈 她知道自家的外甥女是个有能力的人 教她的事情和业务 她都很快就上手了 但有时候也年轻 加上没谈过恋爱 总是有点抓不住重点 这话说完 就算朱岩再迟钝 也明白了自己舅舅的意思 她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 要跟江城接触 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一般情况下 江城找她 都是因为有任务需要执行 另外 江城每天都忙碌于各种事物之间 要么去这里 要么去那里 她几乎没有机会与她交流 我知道了 舅舅 朱岩回答得很干脆 现朱岩如此爽快地答应 徐磊明显很满意 并点了点头 眼神里面露出一丝赞许 紧接着语重心长地说 你能这样想 真是太好了 舅舅看着你从小长大 不会害你的 以我的年纪和职位 要想再晋升 已经十分困难 能够安稳地工作到退休 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但你不同 你还年轻 还有很多机会 因为江城的关系 你现在已经连 续晋升三级 直接升到了十级了 只要稳住 每个季度都能将它留住 明年再升个基级 那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朱岩懂事地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舅舅 那我派其他的人 明天我再去接机 说完之后 朱岩也没有再逗留 虽然声响并不是很大 但是他跟徐磊谈话的期间 办公室厕所的方向 还是不小心地传出了一点动静 京都 王胜刚退下去 只见朱岩的资讯便发了过来 表情已经让京都这边的招商人员 先行过去 而同医院处理资助账户的事情了 紧接着又将新办好的账户资讯 给江城发了过来 与此同时 沈浪那边的讯息也发了过来 他发的是 刚才在美食间门口地遇见的 那对妇女的照片 只见那个可怜的小女孩 此时已经躺在病床上 打着点滴 显然已经在开始接受着治疗 小女孩的爸爸 透过沈浪的手机 给江城发了一段感谢的话语 谢谢好心人 我女儿的病有救了 您的善举 我们一家会铭记于心 愿您一生平安 这两个讯息看完之后 这间系统也同样丁的一声提示了起来 丁 恭喜宿主完成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恭喜宿主获得疗愈卡一张 恭喜宿主获得十倍返现 返现金额二十亿元 可随时提现 看着出现的两个奖励 江城的眼睛更大 身体忍不住 直接从床上翻坐了上来 淡定的脸上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次的任务会让 自己得到这样的奖励 震惊的 当然并不是这二十亿的资金 而是再次得到的疗愈卡 前段时间 在黄玉琪身上得到的那一张疗愈卡 用在了大爷爷身上 短短的十几天的时间内 他的身体反馈便十分明显 可以说 这卡片简直就是逆天 江城看了看疗愈卡的作用 跟大爷爷的那张的作用一模一样 他原本以为下次想要得到这种卡片 应该还要等很久呢 没想到今天再次得到了这张卡片 看着这张卡片 江城只能在内心默念了一句 对不起了 老爸 下次就轮到你了 请你再忍耐一下 按年纪来看的话 二爷爷确实是比大爷爷更需要这种卡片 原本江城还想睡个午觉的 这一下彻底精神了起来 直接驱车 往大爷爷的四合院的方向而去 江城进去的时候 只见客厅的周围一个庸人都没有 只剩大爷爷和二爷爷孩 有一个背对着江城的泄顶的中年男人 只见自家的大爷爷穿着一身中山装 半躺在客厅的主位上 神情严肃 眼神中透着威严 翘着二郎腿 手中拿着烟痘 时不时吸一口吐出烟圈 烟雾缭绕中 更显弃神秘和深沉 显然正在听住汇报 眼见江城进来 大爷爷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眼神明显柔和了下来 伸出手摆了白手 示意江城坐在一旁 只见那穿着制服的中年男人 看了一眼江城 先二老没有说话 示意他往下说 只能继续低头汇报着工作 一旁坐着的二爷爷也没有说话 身上穿着一件喜庆的宽松的糖装 神情温和 眼神中透着慈祥 微笑着看着江城 朝着他摆了摆手 示意他坐到自己的旁边来 坐下之后 二爷爷立马往桌子上手 抓了一把大白兔糖递给江城 颇有一种 哄着自家小孙子的感觉 江城记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大爷爷就给他准备了这个 理由是因为自家老爸喜欢吃 虽然江城病不是很喜欢 吃这重无新增的奶糖 但是为了让二老开心 还是说了好吃 从此只要他一来 二老都会抓一把糖给他 看着二爷爷眼神里面的宠溺之意 江城嘴角微微上扬 对着他蘸放出一丝温暖的笑容 紧接着 他不动声色地将手中的疗愈卡 悄悄用在了二爷爷身上 叮 疗愈卡使用成功 特别备注 疗愈卡将会以慢慢渗透的方式 检测到使用者身体存在高血压 风湿病 过敏性鼻炎 疑腺癌等问题 疗愈功能正在进行修复 看完系统的提示后 江城的内心猛的一紧 脸上露出惊恶的表情 上次检视二爷爷的体检报告时 并没有发现这些问题 怎么会突然多出一个疑线癌呢 难道是医院误诊了吗 还是说 二爷爷一直瞒着字 已没有告诉医生 想到这里 江城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尽管已经使用了疗愈卡 但此时的他 还是感觉到心慌意乱 江城他匆忙地掏出手机 开始在百度上搜寻相关资讯 随着搜寻结果的呈现 江城的脸色变得越发凝重 原来 二爷爷所患的这种病 被称为癌症之王 早期的症状非常不明显 许多患者甚至不会感觉到 任何异常或不是 即使经过检查 医生也很难在早期发现病情 通常情况下 这种疾病要到晚期才会被确诊 不仅如此 他的扩散速度极快 给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即便透过手术干预 治愈的几率依然很低 看着这些令人震惊的资讯 江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他紧紧握着手机 手心出汗 心情沉重无比 幸好自己刚好得到了这张疗愈卡 误打误撞地知道了二爷爷的身体状况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此时 就算二爷爷有卡片在身 知道情况的他 还是没有办法放松 放下手机之后 江城的心理变得沉甸甸的 彭腹有一块大石头压在了心头 不知为何 此时再次望向二爷爷时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不安 仔细端详着二爷爷的面容 试图从他的表情中 找到一些端倪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虽然 二爷爷脸上并没有明显的异样 但是江城还是觉得 他的脸色确实有些不好 就是不知道 二爷爷是真的不知道 自己得了这种病 还是已经知道了 当时刻意隐瞒 察觉到了江城的目光 放在自己的身上 江城红笑着伸出手 轻轻地拍了拍江城的肩膀 眼中流露出慈爱与关怀 接着拿起江城手中的大白兔奶糖 亲自剥开了外包装 紧接着是一江城拿去吃 江城接过奶糖 内心感到一阵温暖 虽然二爷爷并不是自己的亲爷爷 但是他对江城的关心和宠爱 江城也是感受得到的 这也让他越发地担心 二爷爷的身体状况 江城一边嚼着奶糖 一边陷入了沉思 他不明白 为什么二爷爷没有自已的孙子 按理说 以二爷爷的身份和地位 应该早已妻妾成群 而孙满堂了 毕竟 在那个时代的男人 三妻四妾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而且 社会对此也有着较高的包容度 可为什么二爷爷 却独自一人呢 一旁的中年男人 一边恭敬地会抱住工作 一边时 不时用余光打量着江城 看着江城红队 将成万般宠溺的样子 中年男人心中 不禁暗自疑惑 反邪杠这难道 就是传说中的那位独苗 反邪杠 如果真是这样 那可是见了不得的大事 恐怕整个华夏 未来都会因为这个人 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脸上依旧保持住平静 但他的内心 却暗自地将江城的模样 深深地记在了心底 中年男人开口说道 反邪杠明年毛兄国 要开始新一轮的投票了 明年的候选人有反邪杠 可能是因为江城在场 大爷爷似乎失去了 听下去的耐心 他挥了挥手打断道 反邪杠估计选来选去 那位置最终还是他的 其他人只不过是陪跑而已 反邪杠 大爷爷说完 那中年男人低着头回道 是的 宣布重现选拔之后 以目前资料的统计来说 他的支援率高达了69% 其中一个呼声较高的候选人 仅仅只有7%点多的支援率 只见大爷爷紧接着说道 去年一整年 我们双方的警民面上 就接触了五回 他们被制裁 已经是家常便饭 经济发展又缓慢 还是跟以往一样 在外面 他买了 要是能跟我们华夏同步 我们自然也支援他 那中年男人听完之后 只是点头 没有回话 默默地将大爷爷的话 记在了本子上 交代了两句之后 大爷爷便挥了挥手 让对方离开 对方一离开 大爷爷的整个的气场 便柔和了下来 大爷爷脸上挂着慈爱的笑容 轻声问道 乖孙 今晚想吃点什么 我让人先去准备 江城笑着想了想 没什么想吃的 就想吃爷爷们种的蔬果 炒点蔬果来吃吧 见江城这么说 大爷爷立马笑着说道 这多容易啊 最近虽然天寒地冻的 但是我让人弄了大棚 瓜果都尝得不错 想起二爷爷的病 江城对着大爷爷问道 爷爷 上次说你的节节小了很多 现在怎么了 还有没有继续变小 大爷爷爽朗的了笑了笑 摇了摇头 哎 这才今天哪有一只检查的 爷爷的身体很好 你放心 大哥的身体确实是好 早起的时候都不怕冷 我可就不行了 怕是整个冬天 都要待在屋子里面了 现在一出门冷气重 我的鼻炎一下子就犯了 乖孙子 你可不知道 他早上太冷 还会出鼻血 他啊 就是年轻的时候放纵多了 没锻炼 并跟不少 等开春了 我再带着你一起锻炼 江城红文言立马摆了白手 大哥 算了算了 你就放过我吧 我一运动 就觉得浑身没劲 让我好好地躺着吧 你这小子 大会我让人再给你 顿些温补的补补身子 看你最近气色不太好 大爷爷说完 二爷爷表情 有些不自然地点了点头 谢谢大哥 我就是怕冷 你不也看了我的体检报告 健康住呢 明年冬天我就不来了 京都实在是太冷了 这集不自然的表情 和心里泛出的一丝的苦涩 让江城敏锐的捕捉到了异常 看样子 二爷爷的应该是知道了 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江城轻轻拍了拍二爷爷的手 担忧地说道 二爷爷 您身体不舒服就说出来 我们一起想办法 江城红被江城突然见得 问题问得有些猛 他看向江城的眼神里面 带着一丝的不舍和宠爱 轻轻的斧摸着江城的手 放心吧 我没事 说完 江城红快速地转移了话题 很好 倒是你 我早上的时候 沈冲跟我说了 有人往上边拍你 沈冲 这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 上次的在魔都的时候 我派他过去了 你见过的 我的私人秘书 这么一说 江城的眼前 浮起了一个 戴着金矿眼镜的斯文中年男人 江城红紧接着说道 以后有事情 可以直接吩咐他 他都能给你办 知道了 二爷爷 这次网上编排你的事情 二爷爷会帮你处理的 江城红安慰着江城 不用了 二爷爷 都是小事 我自己能解决 江城坚定地说道 我知道你身边的人都不错 但是我怎么 能让我的孙子受委屈呢 江城红与气坚定地说道 江城红说完 大爷爷紧 接着说道 我听城红说了 是那对做房地产的父子吧 江城回道 您老就放心吧 每天是那么多 还要操心我这些小事 我爸说了 让我别给你 你们添麻烦 哼 他这个臭小子 你多懂事啊 哪里就添麻烦了 爷爷知道这对父子 只是现在 还没到真正收拾他们的时候 江城有些疑惑地问道 爷爷的意思是 这有点复杂 等他背后的人弄得差不多了 也就到他们了 放心 爷爷会 给你出气的 秋收算账 一直是我们华夏的行事风格 就像上次的灵药一般 原本江城早已经将他忘记 但是没想有一个多月之后 他们家突然见倒台 不过江城倒是没想到 自家爷爷居然还知道 许家父子的事情 走到这个位置的人的上帝视觉 果然可怕 一日一大早 江城起床的时候 便收到了克洛伊的资讯 克洛伊 江少 我待会就到京都的机场了 不知道晚上的时候 你有没有空 我到魔都找你 克洛伊发的是英语 幸好上次在不列颠的时候 江城获得了英语精通 否则以他高考的英语水平 这段英语 大概得理解个好几秒 此时江城仅仅扫了一眼 就看懂了这段英语的意思 许久没联络 江城倒是忘了 还有这么一个妹子 这一想 那张过分的精致的脸庞随 急出现在江城的脑海中 金发的头发 如丝般柔滑 五官深邃而立体 眼眸如碧绿的宝石 身材比例完美 胸部丰满 腰部纤细 臀部圆润 面板白皙如雪 细腻光滑 脑海里一下子来到了 在大不列颠的车上 将他撂倒的那段回忆 嗯 江城记得 那是一段粉白色的记忆 红粉相间的颜色 大概是所有男人的 最喜欢配色了 尤其是那双江静一米的 大长腿 摇摇晃晃的时候 双腿一扣 甚至还能直接到 打江城的头部 真是绝了 这么一想 江城不由地开启了 人物扫描系统 寻找起克洛伊的资料 虽然自己是第一个 对他知根知底的人 但是 毕竟是文艺复兴 比较早的国家 看发国人的雕塑 就知道 他们对这方面的普及 一向都十分地积极 这么久没联络 也不知道这妹子的底 现在怎么样了 看完资料之后 江城立马给克洛伊 回了过去 紧接着 开始驱车往机场的方向去 江城一上车 王胜便立马禀告道 江董 昨晚开始 我们就进行了 大量的亲网活动 大部分的黑铁 一上就被删掉了 黑掉了 而且网上开始出现 一些正面的新闻 怎么回事 王胜回答道 就是关于您做慈善的事情 被传开了 江城皱起眉头 不解地问 不是让低调吗 王胜解释说 是那些患病家属 自发的感谢影片 据我们留在医院的人说 是江初然小姐 还有许妍 以及沈浪三个人 拍摄上传的 江城闻言 倒是有些意外 倒是没想到 这两个妹子 还会为自己做这些事情 不过 她也没有表现出 太多的惊讶 只是淡淡地说道 知道了 那就别管了 说完 江城便开启了 江初然的微信 给她发了过去 江城 谢谢你 事情我知道了 下次回来请你吃饭 江初然 好 我等你 显然他们三个人 是出的这些影片的 效果十分的好 很快就吸引了 大量的关注和转发 而且 马上就有一些 关注这个话题的博主 开始蹭热度解说 整件事情的经过 微博上 关于江城的讯息 再次炸开了锅 各种各样的标题和评论 充斥着整个平台 百万酒吧消费的富二代 居然会花费两亿 免费救治患病儿童 低调慈善 获益者的自爆 你在网报 而别人却在慈善 这个世界怎么了 其中讨论度最高的一个影片 就是昨天江城帮助的 那对父女的感谢影片 影片中 那中年男人话语诚恳 向大家讲述了 偶遇将成的过程 并且还将他女儿的患病报告 放了出来 影片的结尾指 现那中年男人 激动地对着镜头说道 我今天说的这番话 又有一句话是假的 我就在这个医院里面 你们如果不相信 可以来找我 听说很多人都在网上黑他 但是 我想问问这些键盘侠 如果我求的是你们 你们会帮我吗 这条影片是出不久之后 马上就有更多的 突然间被医院通知 入院免费治疗的患病儿童的家属 开始在网上力挺江城 他们纷纷表示 自己的孩子 也是因为江城的帮助 才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和救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了支援江城的队伍中来 他们透过各种方式 表达住对江城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在这场于论风暴中 江城的形象逐渐变得高大起来 不过就算如此 这些影片下面 还是有一大堆的水军 刚被黑就做慈善 有前人的洗白方式 真恶心 利用这些患病患者来转移视线 可恶 两亿的钱怎么来的 请彻查 不过 这次的黑屏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得到大量路人的支援和负荷 相反 许多路人开始对这些黑粉 进行反驳和抵制 楼上的 要不你捐个两亿 别让他抓住这种方式 真搞笑 也不知道这些键盘 狭脑子怎么想的 谁家没个病人呢 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能有人帮你一把 也不至于家人离去 他能这样做 我不管他钱怎么来的 这种人就活该会发财 他捐款是好事啊 总比那些只知道 喷人的键盘 强强多了吧 你们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去捐款呢 随着越来越多的路人 加入到这场争论中来 水军们逐渐失去了生意 因为发现自己的言论 无法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 反而被路人们 指责和批评 一时之间 黑 白 粉三方势力 以及路人粉们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 不仅如此 就在这时 京都监管局的官方公众后 突然是出了一则宣告通知 这则宣告 与京都儿童医院的 捐助事宜有关 我局受爱心人士 江先生委托 将对儿童医院 免费救助资金 两亿元 进行监督管控 确保每一笔爱心资金 都能切实用于 患病儿童的治疗和康复 为了不辜负 捐赠人的善意和信任 我们承邀社会各界 共同监督 尽管这段宣告的 措辞即位官方 而且一句都没有提到 星辰公司半句 然但是 经过一系列事件的发酵 网友们早就知道 这次捐款的 就是星辰的老董 姓江 宣告发布后 连华市都积极转发 并迅速组织采访团队 前往儿童医院 进行实地采访报道 只见华市的记者 在医院采访了 好几个医生和护士之后 他们均表示 不知道捐赠人的具体讯息 医院并没有公告 这说明 捐赠者十分的低调 眼见华市的人过来采访 蒋龙也立马出面接受采访 毕竟 华市是华夏最权威的 新闻媒体 他出来接受采访 也是一项正面的宣传 记者对着蒋龙开始提问 蒋院长 请问这两亿资金 是全部都投入到 那些经济紧缺的 儿童患病家庭吗 蒋龙 是的 对于这个讯息 我们医院十分的激动 因为这可能 会拯救上百个患病儿童 那请问蒋院长 您可以告诉我们 那位神秘的捐赠者的 具体资讯吗 蒋龙摇了摇头 对于这个问题 非常抱歉我不能说 对方不愿意过度宣扬 记者 根据网上的讯息 许多人都说 这笔捐款 来自新城公司的老总 请问这个讯息 是否属实呢 蒋龙听到这个问题后 沉默了片刻才开口 蒋龙 实际上 当我最初提出 邀请记者前来采访时 对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明确表示 自己的善举 并非出于任何宣传目的 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 善良和关怀 因此 请大家将注意力 更多地放在 患病儿童的健康问题上 我们医院将会竭尽全力 去救治这些孩子 绝不辜负这份难得的善心 尽管蒋龙并未 直接承认 但他的回答 已尖尖接地 证实了这一事实 华氏播放完这段影片后 还配上了一段 有力的文字说明 公益行为本身 并不值得炫耀 但却需要广泛传播 感谢匿名者的善举 让我们一起 将公益精神铭记于心